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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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现在我们讲的内容 和书文学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呢 它是一切文学的基础 当然文学 中国文学是离开不了书文学 好些这个 我们 文学史里边 历朝历代啊 变成代表文学 几乎没有一样 不是从书文学发展出来的 那我们呢 还是记着三个礼拜的课程 因为我觉得 如果各位把 很基础根本的 经过我 整理出来的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 虽然有一些文法的书 也可能会提到这些 但我相信 我整理的和他们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 我常有一个这个 如果我觉得 如果我觉得我很有信心 我自己研究的 我常未必 很用心的去参考别人 可是我没有研究的 我就参考别人 有这个毛病 因为呢 我研究过的成果 在比较别人的研究 发现我的大概都比超过他们 有这样一种 一种这个 自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呢 狂妄也好 所以像这个 副词的结构 我和各位说过 一个字 行音义 行音义 那么 在 构成副词 当然以义为主 可是声音也很重要 所以从这两个主軸入手 去观察 你看 义我们就上个礼拜都讲过了 有一种什么 组合式 就是有 主从一个形容词 或者一个副词 形容词加名词 副词加形容词 副词加动词 副词加副词 都可以有 主从这分 然后呢 有一种意义相等 相等 就同意反义 对不对 就同意反义 可是在同意反义里边 又有一种叫 反义里边有 偏意副词 就保留了怎么样 其中一个字的意义 另外一个字的意义 就消失了 还有呢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 它都有一种 合意副词 什么叫合意副词啊 就是 两个字 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意义 叫合意副词 像这合意副词 就比较麻烦 但是它的构成的基本原理 是如此 还有一种子句词结构 各位知道构成子句呢 也不够是 两种类型 一个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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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受词 或者再加一个补词 这两种类型 可是偏偏很麻烦的是 我们的所谓俗语 在中国啊 俗语 有由于一个单词 也可以用什么 副词做足语 可是也有用句子做足语 所以呢 由 足语 动词 受词 它都不是单字 它可以副词 也可以成为子句 这个句子过程起来 就怎么样 就相当繁复 凡复 你看诗的写作啊 像陶安明就用的简单句 很简单的足语 动词 受词 最多用副词来做 可是有一些呢 像那些什么 平旗派作家 讲究找利的 这些作者 就常用的就是 就是用复杂的 繁复的影法结构 所以整个诗的格调就不一样 如果各位能够 从这些 这个基本常识 将来你们在读诗 评论诗 乃至创作诗 你的技法 你的眼力就不一样 这个各位啊 我们讲这个是有这样的深意的 不要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 尝试而已 好 从意义上讲求的这个 呃 复词结构我们讲完了 今天呢 还有一部分 就是 这个 声音啊 由这个字音 从声音来 结构的复词 我们还是由 这个 配行念念 我给各位啊 做补充 以自音为基础 所构成的副词 由影像形式 以双声所构成的副词 凡 自音生母相同者 所构成的副词 称双声词 因其生母相同 自投顺流 易于造成 语言旋律之流畅 如芬芳 七青 千秋 积极 非离 批评等 以叠韵所构成的副词 三 自音育母相同者 所构成的副词 叠韵词 因其育母相同 自为呼应 易于造成语言旋律之 舒缓美听 如天边 清平 窈窕 缠绵 萧条等 双声叠韵词的运用 造建于诗经处词 以及两汉未尽的诗歌 出唐经体诗流行以后 更加受到注意 圣唐老度由今词到 神明变化 易增生韵之美 亲人周春 著有 杜诗双声叠韵 朴光 杆 花略 资据周著 举杜诗中一些 双声叠韵的对聚 以为例证 凡字上有符号者为双声 有句号符号者为叠韵 各位 这个 双声底韵 是诗人运用的 诗人运用 它来助长生情的一种技巧 所以呢 诶 名家像杜浦啊 这特别讲究 双声就是 生母相同 各位 你们现在 用一分钟想一想 你可以造出哪一些双声子 好,我要问了啊 你可以可以造出随便一个两个 红花就是什么 是双声的叠音啊 双声,类似这样 好,一分钟 给各位 叮咚哦 叮咚这个是什么,撞声 撞声,不是双声 虽然两个字都有双声过程 但是叮咚呢,它更具体的在像一种声音 这叫撞声 撞,就是形撞的撞 下边我们会提到 双声这个词,本身就是双声 双声 好 这个双声抵印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都喜欢用 因为声音的发音是由声母开头的 声母开头就一样 它容易不容易就滑动过来啊 不会自舍啊 哦 所以它很容易滑动过来会助长生情的怎么样 快速还是缓慢啊 快速 学合快速 既学合又快速 是有滑油的这个感觉 对 蝶蝶呢 我们说蝶脚是缩速声音的 还是这个患散声音的 缩速声音 缩速声音 那在两个之间 这个声音缩速两次 它会影响 这个声情的快还慢呢 当然会慢 对不对啊 所以蝶蝶呢 产生的声情 是协和又缓慢 有这样的特质 因此各位来看看啊 这个杜福所用的句子 我们呢 点两个黑点的 就是双声 两个圈圈的 就是点月 吃醋上桌急 各位桌和急啊 这两个字呢 呃 是在我们现在国语 一个是支 一个是鸡 但是在古声音上面 它是双声 吃醋 就是得运 窈窕入云汉 你看云汉 云的那个鱼 你南话就读魂 对不对啊 汉就喊 所以这都是股 杜福的那个时代的声音 你看这两句 它在这个上句里边 用吃醋和桌急 本身就得运双声的这个护用 对我句呢 又窈窕入云汉 那 底韵双声的 本身的呼应 两句下来又是 鼻子摇香对我 啊 这个是度 早行诗上水 木树 天边树 也就让你读起来 为什么顺口畅口 仔细分析 所以将来各位呢 在这个什么 解读啊 或者批评研究 这些诗的时候 留意到这些 留意到这些 你就可以说出 他 诗的这个 这个什么 技艺术 他的 诗的这个艺术性 技法 啊 你就可以说得 有评有据 啊 而这一方面的这个批评 几乎一般人是 忽略的 因为他不懂 是忽略的 三年地理 关山曰 万国兵权 草木风 他这个是 属于双生 关山当然是得运 年篇扑夫礼 亦记死生 秦 亦记 当然是得运 死生 你看 这个死 我们缅南话保留的 古音 细 兴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 双生啊 双生 你要回到 杜胡的那个时代 朴胡 当然这个目前都没有问题 朴汉胡 还是 古 轻重 唇音 古代的 扑摩 三个音 扑摩摩佛 这四个音 这个唇音是通的 啊 这个中古音在这些是通的 我们现在才变而已 所以 朴胡 既得运 原歌说来也接近双生 领老 鸡姑鸡 鸡 鸡 鸡呢 在古代和鸡 都是这个鸡 都是鸡的生母 啊 三十 会和鸡 会和鸡 当然是 呃 双生 可是三十呢 那个闽南话 兄 习 对不对啊 也是双生 啊 骨脚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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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乌和鱼都是也是底蕴 因为鱼在以前是哀呦的合音 那个和乌是同蕴 所以中年蕴的鱼蕴合在一起 瓶水运里边像六鱼七鱼 六鱼第六 赏瓶声的鱼 鸡鸭鱼弱的鱼 和鱼顺的鱼 一个六鱼一个七鱼 这两个运是灵运 灵运就是声音很接近的 像这样都可以算得运 万里鱼铅 鱼铅容易了 是双声 叙声 叙声 两个都入声 叙声 所以呢 是得运 是双声 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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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在文字上唯一單字 但在音節上則附屬前者 就長度而言 只有半音節 而且發聲要叫為輕微 也因此 疊字詞和代詞尾的附詞 其音節要以兩個義字 所構成的附詞來得輕而短 例如 杜甫登高一首再開頭兩句 風急天高元孝鞍 煮青沙白鳥飛回 之後景間無邊諾目 蕭蕭下不進長江滾滾來 運用蕭蕭和滾滾兩個疊字詞 借助其快速的節奏 強化了秋日空曠悲涼的意味 前半首所顯現的意向情緒 其氣勢也因此奔騰熊混起來 再如取將二手之一的 穿花霞蝦深深劍 點水蜻蜓款款飛 更藉助了深深和款款的輕快節奏 將霞蝦和蜻蜓的穿花和點水 寫得鮮活之極 李清照著名的聲聲漫詞 開手連用七組疊字衍生複詞 循循秘密冷冷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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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憑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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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緩緩 但由於喬氏寫的是春光明媚 焦油踏青 藝術輕快逾越 所以全用疊字詞填成 於是生情詞情就渾然如意 這個磁尾啊 我們下邊會說到 就是 磁尾當然就有磁頭 對不對啊 就有磁頭 就下邊會說到 但磁尾 也得字延伸覆詞的第二個字 就像磁尾 所以呢 要念這個 尋尋秘密應當之醬 尋尋秘密能能 清清齊齊穿搭 你齊齊 很快 我們下邊會講到 陰節形式 本來這個陰節形式 就是它是雙式贏解的 雙式贏解的 雙式贏解的一定緩慢 比下邊我們這個陰節 各位都會背吧 馬智元的天靜沙 天靜沙這個曲牌 來 第一句是 苦疼老樹昏牙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塑馬 西洋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不能讀斷腸人在天涯 我們下邊會說到 讀斷腸人在天涯 是意義結構形式讀的 可是宋讀一定要 什麼啊 陰節形式 聲音 反正宋銀歌唱 講究的是聲音 是聲情 千萬注意 這個是自古以來沒有人 這個 這個 釐清的 從我老師 鄭英伯先生 開始 我又把它進一步發揮 這個在中國 英文學很重要 可是沒有人注意到 等一下我們都會說 各位想一想 你們會背的剛才那一首 天靜沙 他用的是 父子結構 都組合式的 枯藤 對不對啊 是不是 枯的藤 這個叫組合式 有組從 一個形容處 一個名詞 所以 一個字 一個音節 它 又是二二二平行的 這叫雙式音節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要說的是 哭疼 老樹 婚鴨 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談 像它這個 這個 語法的結構怎麼樣 但不管怎麼 先從聲音來觀察 它 一個字 一個音 對不對啊 所以這個讀起來是快來慢的 而它寫的又是什麼呢 景色啊 秋天蕭條的原野的景色 來襯托 小橋流水人家的世家的溫暖 啊 所以它整個情調是緩慢的 可是橋舉的 我們所舉的 它寫的是春天 它用的是底字 延伸 附詞 陰陰 厭厭 春春 花花 流流 真真 世世 風風 韻韻 焦焦 嫩嫩 挺挺 蕩 人人 是怎麼樣 輕快的 它寫的是什麼 哦 春天裡面 有那些嬰啊 燕啊 飛來飛去啊 你這個百花呢 花花流流啊 開滿了整個春天啊 世世風風韻韻 看起來都什麼 哇 每個景色都那麼樣子 這個豐美可觀可賞啊 一切都很新鮮啊 很嬌韻 嬌嬌嫩嫩 連人在這種場景都什麼 停停蕩蕩人人 人人都就是 顯得非常的這個 有精神 你看這樣的情調 它如果再用緩慢的節奏 來表現 就不搭調了 因此它就選擇輕快的 抵制延伸故事 改變了這個詞調 這個曲調 它原來的緩慢 這樣一來就可以什麼樣 生情慈情 相得益彰 你看這個李清照 他的這個心中 從這個暢王有所詩密 然後到這個境界 慢慢累積在心中 的那一份這個情情味 越累積 越這個什麼 也不可壓抑 說 巡巡蜜蜜 能能 清清淺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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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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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生情慈情 在運文學是極重要的 但是它不容易把握 所以大家呼累了 好接著 代詞後的衍生複詞 因單字單詞語意往往不明 因在其上 加意 加意有生但無意而約定俯成的字音 已構成複詞 從而促成其語意清楚 如老詩、老王、老李、老虎、老鼠之老 皆有有因無意 老絕不是年輩大的意思 其他如小紅、小兆、阿易、阿典 有堂、有親、打混、打賀、打從的亦然 好 各位 所以這個就有什麼 這是瓷頭 因為如果說王 知道你在叫誰 如果你是姓王 我說老王 他就知道是你 好 我再舉個例子 慈禧太和旁邊的那個 小李子 世上他是怎麼樣 他只姓李 然後未來要親切 不叫他老李 叫他小了 那小李子的那個子 又是瓷尾 給他加個瓷頭叫瓷尾 是小李子 對不對 如果李 小李 或小李 小李還可以 如果李子 李子有要吃的李子 對不對 所以小李子 世上 就是主體在裡 加個瓷頭瓷尾 還有呢 其他的瓷頭 這個我舉的不夠多 這應該給我再補充一點 你說我的 你的他的 這個瓷是什麼 就是所有瓷的這個 所有格的瓷尾 像穿著吃著看著 這個是動詞的怎麼樣 瓷尾 瓷尾 跑得快 哪一個字 比較正確 左邊 對了 動詞的瓷尾 就是這個 這時候 能不能念 跑得快 不對 叫跑得快 因為它是瓷尾 好 好 那麼先 這個桌子椅子 桌子椅子 居然馬爾 好 還有 古人 會用的 有些 這件事 承認 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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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誰老呢?是老爺的老啊? 不是 他也是吃味 所謂屈老 就是這個什麼啊? 屈就是 這是生屈 所以屈老就是生子的意思 你的身體就叫屈老 路老呢? 眼睛路轉 路就是眼睛 路老就是眼睛 這老都出爲 還有 有 幫老 幫會裡邊不是老大 幫會裡邊那個 那就強盜 這個幫就是從哪個字變過來的啊? 這個字 這個字又從哪裡變過來啊? 各位,我們都講過省文嗎? 省文而變 這樣變 這個爺老 事實上就是元代的語言 爺老 爺老的音準 爺老就是 元代的那些 當兵人 爺老就轉成爺老 像這個 像這個 像裡頭 是圖裡頭還是裡頭 外頭還是外頭 正頭還是正頭 都是圖青山 裡頭 外頭 就方位的 上頭 下頭 都是方位的怎麼樣? 什麼呀? 磁味 正頭 這在台灣 強被誤解 以為是什麼呀? 在神教前邊的 正的前邊叫正頭 結果都讀錯 叫頂陶 這讀頂陶就變成神教前編 包括我的老哥許昌貴當然都頂陶 這一來就是以為在神教前編的表演藝術 陣頭刺殺之成對的都叫陣體 宋江鎮八家鎮的那個鎮頭就是政治的意思 成對的表演都可以在這裏是瓷尾 瓷尾還要怎樣 成對的表演叫什麼阿扁 除了我們所取的語外 還有大小小鷹 老王老頭 還有大嫂子大呢 大嫂子大小 嫂子一樣都是瓷頭 類似這些瓷頭 在我們的語言裡邊常被誤解 因單字單詞語意往往不明 因在旗下加義有生但無意而約定俗成的字音 從而出成其語意清楚 有的更因其位居慈味 又為不具意義之虛詞 就是深情顯得輕快而美聽 前者如屈老身體 路老眼睛 幫老強盜 恍然 轟然 木然 後者如車兒 馬兒 桌子 獅子 穿著 跑著 跑得快的 這個我們跟剛才說過了 撞生的原生父子 現在說撞生 你剛才的丁懂就是撞生 有的父詞純粹用來形容某種聲響 如犀利為細語聲 花拉為水聲 或不經意的喧囂 靈靈為車行聲 積極為蟲鳴聲 舟舟為鳥叫聲 援曲 援曲運用撞成詞特別反多 如拍白譜梧桐與莫哲笑得上 書拉拉刷落葉被西風掃 呼嚕嚕風閃的銀燈爆 斯朗朗名電奪 呼速速動諸國 即叮噹 御馬兒向瞻煎鬧 便用一系列的眾聲詞 把落葉聲 風聲 民舵聲 諸國聲 鐵馬百動聲 寫著活靈活線可視可聞 各位要知道 元代的語言 元曲的語言 很多樣化 很多樣化 從這個經史裡邊的語言 這個 還有這個文學裡邊的語言 民間的各種 諺語、俗語、歇後語等等 我們講過的這些 還有其中就是 抵字元聲覆詞 或者壯聲詞 或者這個雙聲抵韵詞 用的特別多 所以元曲的這個什麼呢 它呢 活潑 如果將來各位啊 可以有一個題目 你們是可以寫的 上了這個課以後 哦 說 原杂劇語言的豐 豐富性 極其這個什麼 文學趣味 類似這樣的題目 你就可以 把它做一點分析 舉例說明 啊 本身自己呢 也可以得到 一些更具體的 的這個什麼樣 的一種心得 啊 對一般人也 也是有意義的這個文章 哦 類似這樣 所以題目嘛 研究題目是 你有所發現 你發現了別人沒有看到的 你把它整理 這個統合起來 成為有系統的一個觀點 學問 這個就是 就是真實著見 各位 我的經驗 我是把它系統化的研究 而這個系統化的研究 它就不是片面零碎的知識 你就常常 想要用它湧上來 而不是 你要被壓 尤其激取人家研究的成果 變成你的 知識學養 這個常常一下就過去 啊 就這個資歷破碎 甚至於呢 了解 不清楚 或知其然 不知其所養 都不能成為你真正的學問 這是我感受很深的 一種 治學以後 這個提供各位參考 純粹衍生的副詞 此為標音性的名詞 用指大自然之生物 如 促之 蟋蟀蝴蝶 蝴蝶 鳳凰 鸚鵡等 以上副詞 結構 含從字翼組合九種類型 和從字音組合七種類型 共十六種類型 是彼者從漢語複詞結構 觀照所得的大致現象 就戲曲文學而言 以不出字 好 所以 這個呢 我不敢說完整 但是我觀察了 已經 加起來有十六種類型 各位 把這十六種類型 你只要回去 把它寫一遍 例證 你自己寫一兩個 例證 這個例證可以幫忙 你對複詞結構類型的記憶 然後你平常運用 就可以連類相集 就可以連類相集 很有用的 你用來寫作文 有個詞呢 覺得哪個字才合適 你知道 複詞結構 你就可以辨別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錯誤 突然看到一篇古文 有個字不認識 一看複詞結構 哦 它的意思 大意 如果是什麼 同義複詞 那這個字 你兩個字認識 一個字就可以了 它意義都差不多了 或者反義複詞 相反的就可以 那聲音的更不必說 好 下邊這個 也是複詞的聲調結構 這個本來念一遍 各位音量都可以清楚 對 複詞的聲調結構 但運文學無不講究語言旋律 尤其是優美的語言旋律 戲曲既為運文學之極致 更非講究不可 也因此 複詞的聲調組合 及其原字音而構成的複詞類型 便也成為運文學講究語言旋律的重要基礎 原字音所構成的複詞類型 其於聲情之作用 依複論於前文 這裡單論複詞的聲調結構 平常序入四聲所產生的三種特質 有長段之別 平與不平之別 強弱之別 已見於前論 以下且先舉出複詞聲調組合的現象 好 各位 我這裡要你們留意的就是 一個行文的方法 譬如說 我裡面一再說 已見前文 對不對 已見前論 但是我都用幾句話 再把它複詰一遍 這有什麼作用啊 就提醒讀者 你要先有這個基礎 你才可以開展效果 也就是說 我們啊 寫文章啊 都要注意 你要引人入聖 引人入聖 所以你一定要 把這個讀者 帶在你身邊一樣 把它倒影進來 這樣就清楚 這樣你論述你的觀點 別人就清楚 這樣你要發出你的情感 別人就容易感動 所以像這樣的 某某某某 已見前文 這個 不是重複 而是對前文 提鋼切靈的 對讀者的 再度強化和倒影 這種筆法 各位可以運用 悲觀 悲筆 悲戀 悲直 保央 保管 保護 保潔 應當念 悲足 保潔 因為這是入香啊 被單 被酒 被鬥 被斧 被斧 北方 北里 北面 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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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要念 北方 北里 北面 北極 這才是 才入屏入賞入趣 所以可見 對入生裡面 還是很尷尬 以上是最簡單的聲調組合 而已可見 平平有平疏之感 入入有激促之感 去去有直切之感 而賞賞連用 則由於其升降幅度 在短小的語言長度裡 曲折變化過剩 人們的發聲器官 無法連續的 將其正確聲調傳達出來 所以必須將其上次變調為平 乃能相屬成詞的讀出來 也因此賞賞連用 變成了運文學的忌諱 王季德曲 更名舉 賞賞別用 為曲記四十條之一 至於不同聲調的組合 大抵臨近的兩個聲調 如平賞賞去 賞平賞去 去賞去入入去比較和諧 而由於賞 而由於賞去去賞最為美聽 故辭去中 深情辭情最佳處的 所謂物統 往往失之 不相鄰的兩個聲調 如平去 平入去平 入平 則顯得帥切 賞入入賞 由於賞聲 心意厚揚的特質 故上稱邪美 事實上平賞去入的父子 重疊的話 就是對平賞去入這四個聲調的強化而已 對不對 強化 但是一不同聲調 不同聲調的這個組合 各位留意一點 平賞去入這樣的排列是有它道理的 也就是相鄰的兩個聲調的組合 本身就是和諧 你們為什麼同學以後 過了幾十年 前幾天我碰到一個初中畢業的 畢業以後就沒看過 他忽然站在我面前 他真容易 我一看 弄了一下 哎呦 他既然會叫出我名字 我馬上浮現他 小時候的樣子 將軍火 就抱在一起 對不對 六十年不見得 初中的同學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有 各位你們那麼要臨近 所以聲調相鄰就表示 他聲調的直性怎麼樣 是和諧過夢的 所以相鄰兩個聲調的組合 一定是比較和諧的 重複聲調 平平是更加平 入入是更加急切 去去是更加重罪 賞聲為什麼不行啊 賞聲本來彎彎彎彎 你們聽懂沒有 就區區折折 在兩個字的語言長度裡邊 要區折那麼厲害 我們舌頭應付得來嗎 應付不來 所以就要變調 總統 有誰能夠把總統聯姻起來啊 不行 因為三個字都是 都是怎麼樣 都是賞聲 曲折太厲害 我們的舌頭應付不來 所以你寫文章 尤其唱齊 你三個賞聲是誰唱得出來啊 就只好道字 道字就變化聲調 你看 自政事業名時候 有誰能夠把他自政強人的唱出來 為什麼不可以啊 自政事業 在現在普通話 我們台灣國語來說 都是去聲 那個聲音一直在下吹 你如何讓他變成 什麼叫音樂啊 什麼叫曲子啊 曲子是要彎彎曲曲的 還是要曲子啊 你一直下吹聲音 這當然是不能夠 譜成樂曲的 所以呢 譜起來就變成什麼樣 都變調了 三民主義 這本來是不錯的這個語言旋律 可是被那個得獎的那個人譜了以後啊 他雖然有他特色 但是他唱的這都是道子 我們台灣的這個國歌啊 中華民國的國歌 你們自己看看三民怎麼變主義啊 主義和主義一樣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就像當年這個 剛剛國民黨到台灣來 保衛大台灣唱出來就變成什麼 包圍打台灣啊 這個就是 他對於這個 這個副詞結構啊 整個句子的聲調的組合啊 是有問題的 那麼像這個就是 告訴各位 付出聲調的結構啊 我們接著講的呢 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比較複雜 一個句子啊 尤其是韻文學的句子 它永遠呢 具有兩種這個結構形式 一個句子 一個是從 一個是從 因部結構 啊 是屬於聲情方面的 因部的結構 我們叫因結形式 一種是從這個 意向 情趣 啊 意向 情趣 思想 整體說來 就是一種境界的結構 境界包含 意向 思想 情感 都是這個境界 王國偉所謂的境界 應該包括這一些 這種境界的結構 就是從意義 每個字 每個副詞 每個句子 產生的 意義 為基礎的 所以我們就叫 意義結構形式 一個句子 有因結結構形式 有意義結構形式 可是這個問題啊 自讀以來 的學者 包括現在的學者 或者 語法家 常常呢 好像懂 又好像不懂 結果弄著 是是而非 彼此糾纏 無法 分辨清楚的現象 那 一直到了我的老師 鄭前 鄭英博先生 才 從他 下了二十幾年的功夫 所做的 北曲心譜 他 這個 寫作 建構這個 北曲心譜 裡邊 所發現的 一種 音結的形式 他發現了 單式音結 雙式音結的 這個不同 影響 生情 旋律 很大 那我呢 在鄭老師的教導之下 我又體會說 可是一個句子裡邊 我們要來欣賞 鄭老師那個音結形式 重要在 送迎歌唱 所以音樂家要補曲 是絕對要講究 這個音結形式的 可是現在的音樂家 不懂這些 所以補出來 就常常啊 語言旋律 就 錯亂了 錯亂 還有呢 要欣賞 這個 運文學的 境界 從要解讀 這一首詩的真意 和批評 聽我說 意識亂流 因為 都沒有章法的一種認知 就會有意識亂流 因為他沒有主導 你的思想的一種歸曲倒下 就會意識亂流 從解讀一首詩的真意 和批評 進而研究出 這個 要建立一個新知著見 如果沒有弄清楚 意義結構形式 和 因此形式的分野 也沒有真弄清楚意義結構的解析法 那都是會著火入魔的 所以我們下邊所要談的這個問題 是 相當重要的 也可以說是我一個相當大的體會 那我呢 就把它 從很根本的基本原理 因節形式掌握基本原理 和意義結構 分析的 一些基礎和不阿法門 把它很簡單的寫這樣一個講義 給各位 我在大陸啊 一些朋友 他們會編 這個 劇本的 教讀 或者是排 現代的這個 把 古典劇本 排印現代 的這個標點形式 他們也明白告訴我 他們 無法 掌握 正確的 劇動 你們如果看我的事 我一個取牌打出來 就會有 大字小字 劇法裡邊還用 他們頓號 對不對 那就是 讓你 清清楚楚 也因此呢 我們 當我看這個 大陸的這個 排印本 方便是 現狀書實在 我這個手這麼一出 就把它翻破 有時候要沾口水 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 而且他們都不標 標點對不對 有好些不標點 那你這個 起碼經過他們標點的 看起來 我有些一看 就知道他抽 有一些還會 呼嚨被他呼嚨過 可是當我要 引用的時候 我就仔細 你打我的字 都可以看出來 我都分析什麼 正確與法 引用的時候 你如果把我們的 弄去幹清楚 你不只會 一直取直的 你會很容易 踢出 他的這個什麼 他的秤字 因為秤字 是不是可以隨便 擺位置的啊 甚至有秤字的 應當出現的地方啊 那為什麼只能在那邊出現 你要了解他的道理 了解他的道理 以後 你就 不會在不該出現的時候 把它當秤子 所以要抓住這些 真正語言旋律的道理 我好像說得很誇口 但是我事實上是研究過的 我研究了一個 曲紋 變化的一些 基本原理 是怎麼變化 所以沒有一支曲子 不在這樣的原理之下 產生的 就像我們所說過的 憑著力的基本原理 對不對啊 它就產生一種正反 正反 本身的相同的和諧 相反的衝突 然後正反 相依相反的這個推演的原理 就是簡單幾個 你就容易抓住 然後聲調的特質 平常驅逐的什麼特質 還有平生上生之間 有什麼樣的執性 而且它見過評測力 哪一種現象就是會 使生情變差 你就要避免它 怎麼樣避免 調適了以後 它就不是毛病 這就奧舊了 那奧舊 也不必要記下奧舊的方法 你永遠背不來的 但你一看就知道怎麼調適它 把這些記住 把這些記住 所以 句式結構 句式以法 好 佩馨你面前 每字從詞 每字成句 就韻文學而言 每個句子都具有完整的語意 所以 韻文學之語句 其末字不在韻腳上的 為一個詞情的完成點 其在韻腳上的 則兼具生情的完成點 尤為重要 中國語言的特質是單音節 以及一個字一個音節 以此類推 二字句的語言長度就是二音節 三字句就是三音節 四字句就是四音節 五字句就是五音節 六字句就是六音節 七字句就是七音節 好 各位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句子寫得很笨呢 但是很清楚 就在強化各位 一個字就一個音節 所以 不厭其煩 這樣就重複的一種 這個敘述 好 接著 韻文學的一個句子的音節數 到底不超過七音節 凡是超過七音節的句子 其間 若不是會有帶白或稱字的話 就非堪迫不可 為什麼不能夠超過七音節呢 因為我們 每個人 人類的口氣 口氣當然生命力很強 他口氣可以長得很 但是一般人 一般人為度 他就七個字 念到七個字 如果不停歇的話 所謂停歇就是 採生一段落 七個字如果什麼 如果說 請死明月 請死明月 汉時關 各位 這個死明月 那只是一個頓 我斷十年 這不算斷 請死明月 汉時關 這個 《君不見》 《君不見》 譬說 我念給各位聽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懷》 我們是這樣念 為什麼要這麼念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把這個 連綴起來 成為呢 這個那麼超過 一二十個字的 的長句子 可是事實上 這一個這個什麼呢 這樣的這個詩句 他用一個領調 就是事實上 我們要講的 稱之之一 他是要把 把這個兩個句子呢 讓他 我斷十年 由失若失的 是斷非斷 一起下來 產生生情的那個奔騰 李白胸中的那個什麼呀 那種大江無風 在波浪自擁的那個生命力 所以我們念 如果說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懷》 未成不可 可是如果說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懷》 各位覺得哪一個才是李白胸中的 《江南禍者》 《江南禍者》 《沃流到海不復懷》 《江南禍者》 《江南禍者》 對嬌嬌沐浴灑江天 一番喜清秋 震雙風氣景觀河嫩落殘兆當樓 是不是有一個 把那個氣到了快斷的時候 又接上 斷的時候接上 這澎湃派 你如果懂得這樣的一種 來 送賭 來 引用 來 譜曲歌唱 這個 這個文學 就在你的生情裡邊 注入了一股鮮活的力量 超過七個字的一般都會 攤破 各位還記得我們所說 蘊藏的觀念有沒有 明月幾十九八十五 問青天 這個蘊藏 十個英節 攤破為五五兩個句子 譬如 南唐中主 李錦 有一卻詞叫 攤破 緩西沙 漢淡香蕭 脆夜殘 西風酬起 目撥間 環雨榮光 共憔悴 不堪看 不堪看 細語夢迴 雞在遠 小樓吹徹 欲聲寒 多少淚珠 何憲恨 以來干 如果我們把 郭湖中的字 當作 秤子 那麼上下 兩半雀的 莫兩句 應當作 環雨 勢光 共憔悴 不堪看 多少 淚珠 何憲恨 以來干 也就是他們的 本格正字 韶光 憔悴 不堪看 淚珠 憲恨 以來干 只是 七字 七音節 但是 在正確詞裡 光湖中的字 事實上 已經 欺入劇中 而成為正字 視為 曾字 以及 其 英節的 輕重分量 和正字 佔有 同等的 地位 於是 劇子的長度 真為 十字句 十音節 然而由於 過長 非與世 所能 一氣 慣下 所以必須 貪破為兩句 這卻詞 就是採取 七三的 貪破形式 而分作 環雨 勢光 共憔悴 不堪看 多少淚珠 何憲恨 以欄干 所以 論 文學的 句子長度 只要從 一言到 七言即可 那就 講到這裡